花莲施工所成立的爱花莲食物银行广受各界好评 花莲莲花市职会今年度的社会服务任务 就特别选择捐赠成人尿布和爱心伞给食物银行 要和花莲施工所携手一起救助花莲的亲平家庭 花莲施工所成立的爱花莲食物银行 集结各界的善心捐赠 让有需要的家庭自行来选择适合的民生物品 花莲莲花市职会肯定食物银行功能 特别把今年度的社会公益任务 选择要和花莲施工所合作 捐赠了一批成人尿布和爱心伞 希望可以有效来帮助弱势的乡亲 那今年因为有看到就是市长有成立一个就是食物银行 那这食物银行我们的莲花姐妹们都觉得 这个很好就是你可以落实到可以帮助更多人 因为它的量你如果捐可能有些物资不是 就是每个每个那个就是低收入户都会需要 所以我们这次就来做一个就是食物银行的捐赠 那捐赠的部分因为我们有询问过 施工所这边是比较缺成人止尿布 那所以我们就以我们莲花的一些社福金 我们买了六箱的成人止尿布 跟我们又捐了二十支的那个爱心伞 那爱心伞是提供给就是有需要的 就是因为你来可能有时候天气变化什么 那我们就来做这个部分 华联施工所主任秘书温美华代表接受 也感谢来自社团的爱心支持 谢谢莲花市职会 他在相关媒体有知道我们食物银行 有劝缺成人止尿布 还有止尿布 所以他们这次特别就我们食物银行的需要 然后提出这样的捐赠 而且又捐了二十支的爱心伞 那除了说丰富我们食物银行的一些物资之外 然后又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的民众 那我们也感谢莲花市职会师姐们的爱心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更多我们的社会大众 看到我们我们施工所做的这些食物银行的帮助 那能够吸引更多我们爱善心人士来捐赠更多物资 让我们的食物银行能够有更多更丰富的物资 能够提供给一些需要的我们的花莲姓名 主密欧美华表示 爱花莲食物银行所有的物资都是社团和善心企业捐助 花莲施工所提供一个平台 让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可以有定点及各项物资来应急 感谢莲花市职会把爱心物资捐赠给食物银行 施工所会善用这批物资给真正需要的民众 借轮会花莲市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